我第一次進來他們這種普通的教堂 他們普通的教堂就真的沒有很華麗 就真的是舊教的教堂 有啦 它還是有管風琴 以前的教堂全部都有管風琴的樣子 然後 他說這椅子應該是新的 因為舊的可能是那長板燈 這個教堂看起來就很樸實無華 就是真的教堂 就是一堆在那邊 像那個準備聽傳教這樣 像福音什麼的 舊教嘛 這應該是舊教 舊教是路德教派 可是現在荷蘭的人反而很多是新教 新教是路德教派 然後1856年 1856年的話 這個管風琴應該是新的 就是在那個 不知道哪一國有一個人 他發明了可以組裝的管風琴以後 管風琴就變便宜 然後質量又好 之前的管風琴是每一個教堂 你都要兩身訂做 還要照他的那個規劃去做 後來有一個人 他發明了可以組裝的 然後聽說質量變好 沒有說變便宜 但是就是變成說 他就規格化吧 就不會像以前就是 他可以照每個教堂的 把不同形狀做大小這樣 然後1658 那如果是1658 那就是舊款的 如果是18多少 你就是新款的 就管風琴有 就是有革命啦 那叫革命嘛 對 就是有改良 一開始就是你要針對每個教堂量身訂做 後來就是有組裝款這樣 然後他不是每天開 他只有禮拜天 10點到幾點 外面可以喝咖啡 我等一下照給大家看 那你就禮拜天來玩 然後或是禮拜四 然後剛好這邊有這個什麼 refuge的畫展 然後就問我說我是來旅遊 我說沒有 我也是refuge 我說我爛的解釋 然後他說是Turkey的 所以我知道他們在 難民可能還會學畫畫 因為他說是不同人畫的 不是每個人都那麼會畫 那也蠻厲害的 對 難民過的都比我好幹的 然後這邊可以喝咖啡 所以他說禮拜天這邊可以喝咖啡 那你禮拜天可以來過 對 可以drink a coffee 然後這就是他們 對 可以drink a coffee ok thank you 掰掰 你可以來喝咖啡 他們有咖啡廳有開放 你就禮拜天來 是10點開始 對 我第一次看這種教堂 啊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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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看他 他這個就真的是比較樸素 我終於知道 他還有賣4歐的貓咪 等貝殼回來再問他要不要買 現在貝殼不在我 三小都不想買 對 然後 對 他這個就是樸實無法教堂 還不用錢 你來看 對啦 1620年啦 所以1620年還蠻早的 但是那個模仿更早 那個模仿是一三五三五四台 大家有看到 所以他們是先農業 那時候應該是 河南應該是比較 欸 不要說比較窮 就比較原始吧 但是他們很早就 你就需要磨麥啊 磨麵粉啊 然後後來 就是 不知道那個時候有沒有教堂 所以說明更小姐的話 你就 我的教堂還不錯 就是小小 欸我覺得這種就是 真的來禮拜的 就是 跟 就是 信教 然後 星期天 是叫什麼 欸我沒有信教 是忘彌撒 還是告 忘彌撒 不是告解對不對 告解是告解 就是 來聽牧師 講一些我的美食這樣 然後跟你說 神跟人的 因為 我沒有看過聖經 其實我沒看過聖經 你看這就是 互相尊重 雖然 教會學校很保守 可是他不會比你信教 他的保守 是在一些 行為上 可是他本身 他不會比你信教 然後 以至於 我就沒有什麼研究 我除了知道 什麼四巡奇啊 然後要做花環啊 然後 復活節啊 然後 還有吃那個麵餅跟酒 其他的 我不是很清楚 我是真的不清楚 然後 我念的是 天主 反正 就是 我忘記什麼教派 因為 基督教派很多 我們那個還有那個聖母馬利亞 像其實 對很多教 我知道對很多教派來講 那也不正統 因為正統 有的他們是 你只能 一個是 誰啊 耶 你只能 拜天主 然後 有的是天主 耶穌 阿利亞都可以拜 而我的拜不是拿翔拜 就是你可以 信仰他們 這樣 然後 因為我不是很熟 他們那個 基督教以前 自己也會打來打去 跟伊斯蘭教一樣 這個我知道 像 你看有一些電影 像那個 馬歌皇后裡面 他們就是那個 新教跟舊教 新教跟舊教 幹架的時候 打的血流成河 這樣子 然後他強迫你 新教或 嫁舊教 之類的鬼 等等的啦 但是 路德教派 我最記得的是 你不用繳贖罪卷 他的發明是因為 舊教 過於腐敗 然後 要信徒 繳贖罪卷 然後 好像是 怎麼講 就是那個 就變成說 他等於說 教堂是神的代理人 可是你沒有辦法 直接接觸到神 然後 馬丁路德是不是就 覺得這很苦難啊 所以他的 新教講法 就是你人 你就直接禱告就好 你自己就可以跟上帝 溝通 你不用 你不需要靠過 透過 牧師還是神父 新教跟舊教 一個是牧師 一個是神父 我連這也搞不清楚 對 就是你不用透過那個 祈禱人員 你自己就可以直接跟上帝 接觸 然後 當然就比較省錢啦 你不用叫贖罪 基本本身就比較省錢 而且他就是覺得 這樣你可以在家 祷告你的那個 那叫什麼 教堂 本身就不用那麼華麗的 那個那個什麼 因為天主教是我們去凡帝康看的那個 那個是舊教沒錯 就是都是 巴洛克風格 因為他要 他要怎麼樣 其實他對上帝的崇敬 就蓋了很大的房子 雖然我不知道上帝為什麼要看那個房子 對 蓋了在 其實我覺得那是 古代片 就是 人看到 雄偉的建築 或是看到神邪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受到驚嚇 或是驚仰 或是震懾 然後你就會相信有神 這樣子 然後他如果要 凸顯 你對宗教的 信仰程度跟加強 他就會 用人為的方式去做這個事情 讓你去更了 更相信神 這樣 那貝克文應該是 路德教派的 他就叫你 你就自己給上帝接觸就好 我想啦 不是隨便說 我說 對啊 因為 你看聖經上帝也不是 但是 你會這樣 我會這樣想說 遍 那麼 谢谢大家